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今天這一集我們最主要就是要來帶大家實測一下前緣橋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阿伯目前在前緣橋一共抽到了379抽 一共是拿到了一隻、兩隻、三隻、四隻、五隻、六隻、七隻 在第七隻保底的都市傳說就已經被打破了 那之前是說80抽、80抽、80抽之後60抽才會出保底 但是我們在379抽就出來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接下來究竟會怎麼樣去發生 來囉 379抽嘛對不對 阿伯、氣、再、來 不是吧這個 可以可以可以有蠻多的突破單 阿伯、氣、再、來 有突破單我就是可以接受啦 喔一個大俠殘緣還有個子品俠客殘緣可以喔 還有20小時的突破單 阿伯、氣、再、來 30小時突破單一個子品俠客殘緣 我可以欸很飛欸 3個這個修為單欸 哇超級多的 來再來 阿伯、氣、再、來 40小時的突破單 但是沒有子品俠客 好再來 差不多了 差不多準備要單抽了 第50抽 第50抽這邊 又有子品俠客欸 但是沒有突破單 哭啊 這個子品俠客出現的機率好像變高了欸 不過阿伯到目前喔 已經幾抽了 400多抽了嘛 還沒有抽過這個突破單 5000顆 也沒有抽過這個888元寶 都沒有抽過 太無情了 原來阿伯就是一個 分母阿 是不是 就是個分母阿 苦阿 來囉 第51抽 52抽 喔 漂亮 20小時 53抽 54抽 55抽 紫品俠客 56抽 57 已經58了 58了啦 59 靠腰保底 60抽保底嗎 欸 幹 這個是假的阿 60抽也沒有保底阿 尷尬了 幹 這都市傳說是假的阿 說好之後60抽保底 說好之後60抽保底咧 靠要我噴那麼多元寶 尷尬了 幹 不會吧 不會要阿伯到80抽吧 喔出了 70抽才出 對不對 是70抽嘛 不對喔 是71抽 尷尬了 71抽才出阿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說好都市傳說都是假 靠腰 你老師咧 媽的 說好之後都是60抽咧 靠腰 379 加 71 第450抽 才出 哼 我的氣死哇 我的氣死哇 嘖 這邊我下面 另外新增一個好了 就是 呃 像這邊就中間 隔了 71抽對不對 71抽才出 這邊是隔了 59抽 嘖 幹 那我寧可 60抽保底耶 可以把保底還給我嗎 幹這都市傳說都是假 真笑耶 前面還蠻準的嘛 前面的都市傳說都還蠻準的 從這邊 到這邊都還很準 對不對 10抽 40抽 80抽 然後160抽 240抽 320抽 這 這邊都還很準 然後 320抽之後就不準了 像這個他原本說是380抽才出嘛 那阿貝呢是370抽 79抽就出了 然後這邊照理說應該也是60抽保底嘛 那等於說我應該440以前就會出了 結果到450 哭啊 哎呀 太無情了 真的是太無情了 然後阿貝這邊呢可以再換出兩隻的天下會 然後這邊再換出一隻 對不對 哇那阿貝的天下會就可以上到彩色了 來 我們直接把他領出來 一隻500耶 好像有點貴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戰力可以加多少 天下會上彩 天下會上彩 可是上彩之後就不可以回退了耶 嘖 哎呀 真是為難阿 為難阿貝阿 但是不理了 直接衝了好不好 阿貝來為大家實測一下 究竟猛不猛 究竟猛不猛 好不好 來 我們直接把他合起來 OK 然後我們的天下會 就可以上到彩色了 無法回退 哎 加的數值好像還蠻多的耶 對不對 加了幾%啊 127 乘以1.1 10%嘛 喔不止喔 127乘以1.1.1.1 5 差不多加強了12%左右 提升了12%左右的一個強度喔 來 我們直接來把他給 合上去 Let's go 哇 天下會上彩啦 接下來都要吃自己耶 好難喔 接下來就卡在這好了 就卡在這吧 來看一下 整體的坦度 我覺得就卡在這個 靠1號過去還是被秒啊 嘿嘿 看 太浮誇了啦 來我們再試一次喔 再試一次喔 再試一次喔 靠1號根本 這個提升10%的強度 有跟沒有沒什麼區別耶 丟過去就沒被秒殺了 這關也太痛了吧 一丟過去 天下會就沒有了 要的話就要去突破我們這個等級了 突破等級加的還比較多耶 對啊 所以說 我覺得天下會上到白4應該就蠻夠用的 我還不如去提升 去突破這個等級對不對 突破這個等級加的數值加的還比較多 尷尬啦 所以說 基本上天下會上到白 差不多 白4之後就可以慢慢來了啦 我覺得就可以慢慢來了 可是不用急著上彩 意義不大 意義沒有那麼大 先上到白4就OK了 上到白4之後就可以先把武當拉到白4 那兩隻都有白4的情況下 兩隻就是我們在打PVP的時候比較好去做一個調配 打架不是都要三隊嗎 那我們有兩隻 白4的武當跟白4的天下會 那麼整體來說我們 在打架的時候就比較好去做一個發揮啦 好去做一個調配啦 強度也會比較強 不然像現在阿貝的武當強度只有在白2 就有點卡這個叫什麼 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 主要是上彩的條件太高了 要四隻耶 但是他增加的這個實力幅度沒有說到很大 就是提升12%的一個強度 過了過了水啦 天下會坦住就過了 Hold住一下就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 坦了一千兩百萬的一個傷害 可以可以 又可以再繼續的往後推進了 哎呀 也是可以啦 反正就是看個人啦 如果你是追求打架的話 追求PVP的部分 那就是兩個都優先上到白4 我覺得就OK了 我覺得就很OK了 然後 然後 如果你是追求推圖的進度 推圖的進度的話 就是 把這個天下會拉高一點吧 如果是平民的話 那 有另外一種就是你天師如果有練起來 你可以直接走這個武當派 武當天師 但是前提是天師要有練起來 那天下會練度就白4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武當的星級拉高 這樣也是OK的 但是 以目前進度來說啦 武當要有這個 細心大法整體來說才會比較好發揮 那我們平民的話要等之後開啟的這個天命系統 天命系統呢 我們的輔助可以去學習 之後呢就可以增加全體這個回內的速度 影響就會差蠻大的 武當就是要他的必殺技噴得出來才有用 噴不出來的話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好那阿伯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阿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伯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